帝小姐 如此清煥无措的样子 哪还有半点太子妃的风采 就早日打道回府吧 任安乐 我没有办法欺骗我自己 寒夜 我确实是为她斗向 你可知 我看到安乐的时候 在想什么 若是当年紫园 没有被送上戴山 她如今会不会野活的 这般自以坦荡 任安乐 低承恩在寒夜面前 露出了破绽 你还记得当年 发生了何事 我七岁那一年 当时在肩膀处 受了不惊的伤 没想到她还记得很清楚 如此说来 应该是寒夜发现了 低承恩身上没有这的吗 你立刻派人去调查 戴山上的事 到底发生了什么 是